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发布 双减 破防等入围 作为年度汉语盘点活动 最具网络特色的组成部分 2021年12月6日 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研究中心发布 本次发布的十大网络用语 依次为觉醒年代 YYDS 双减 破防 连宇宙 决决子 躺平 伤害性不高 侮辱性极强 我看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强国有我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电视剧回溯了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创立过程 讲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真理 引领中华民族觉醒的奋斗历程 当代青年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 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 但誓言体现着青年人的担当和信念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只当是奋斗中途中的小气 是为了积聚能量在出发 并不是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 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做出重要决策部署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 中国运动员奋勇拼搏 在射击 跳水 举重 乒乓球等多个项目的突出表现 赢得全网的刷屏贺彩 近年来 新的科技概念不断出现 描绘得虚实结合的社会生活形态令人向往 不少网友表示 幽默是网民日常交流的重要元素 注入加油 你差点就追上我了等的语句深受网友喜爱 监测语料库包含视频弹幕 网络论坛 新闻等不同媒体形式的语言资源